新車燈台車身便修長 原來是拉出了高腰線設計 打開後車廂 這不只是單純的先備車 它後方還多了一個小窗戶 原來加入了清修旅的概念 要跟上輕旅行風潮 行李箱也加大 從一般的400公升 擴充到467公升 車內空間也大調整 我身高182 大家都可以看見 其實我這邊連膝蓋都還有空間 所以這裡面的空間是非常的充裕 做兩個182公分的 在前後都沒有問題 空間機能便靈活外 內裝採用真皮混搭座椅 還有類幾皮內裝飾板 外觀的車燈除了運用來自捷克的 水晶切割美學概念 也加了智慧敷衍科技 讓行車更安全 原來這是全新大改款 大家都喜歡現在出去外面玩休閒 所以對很多空間的需求上面 有需求 所以旅行車本身是越來賣的越來越好 那這樣的一個輕旅 在介於旅行車跟先輩車之間 我相信也有相當不錯的一個可能性 縱觀去年車市 新車銷量47萬多輛 其中休旅車就佔28.7% 難怪也讓先輩車也要升級 變成輕休旅來搶供車市 董事新聞 沈玉藤留言在Tildo 出現了 是有多大 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是有多大